我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发出来啊 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这几张民间武将卡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见过没有 周立波模仿秀 其他玩家必须嫌模仿周立波的表情或腔调或动作 或大喊一声我叫周立波才可以对你出杀 这不是耿着胡闹吗 我叫周立波 我凭什么叫周立波呀 这种DIY是谁给他印出来让他卖的呀 小时候买三国沙卡包可是实打实要花钱买的 买不起十块钱正版风铃火山 那只能买小几块的民间包 那莫名其妙的周立波这种卡都能混进来 那你不是搞我的心态吗 但你别说这张卡我们小时候还挺爱玩 喊得也很起劲很抽象 不知道为啥这张卡灭纱上场率还挺高的 有一个多逼同学就经常拿这张卡回忆气氛 他还真能把周立波的腔调给模仿出来 周立波当年很火 和三国沙一样家喻户晓 有个脱口秀节目叫一周立波秀 这个节目的尺度还是很大的 反正按当年的那个尺度放到现在的话 应该是不让播的 挺讽刺的啊 人是人是是 作品是作品嘛 当年他的节目我还真的看挺多的 但是你这三国沙搞个这种DIY 不让你做只是什么精神状态 第二章就更离谱了 恐怖分子本拉登 躲猫猫 受到攻击时 只要躲到桌子底下一分钟 就可以免受伤害 这牛逼啦 我当年还真躲过呀 年龄温丑决斗我 我直接往桌子底下一蹲 显得自己就很特殊 不会说没出息啊 很骄傲的 就这武将单挑的真无敌 后来期待那个同学直接把这张卡给撕掉了 其实是不应该撕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躲猫猫这个技能设计 力是契合度 还真挺高 本拉登作为一个恐怖分子 他的反侦察能力是非常强的 美军一直在抓他嘛 他一直在躲美军 跟玩躲猫猫一样躲了十年 经常躲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 美军为了抓他 费了老鼻子劲了 行 这DIY的作者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第三章就更牛逼了 奥巴马 猜猜看 出脑筋击转弯 达错科学 这很有意思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技能 因为我小时候脑子里面没有脑筋击转弯 没有存量 你怎么不能说你打个三国杀 还拿本脑筋击转弯大拳吧 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什么的 就这三张DIY我也不知道怎么流传开来的 这种三国杀的恶搞DIY 在当年甚至现在 都是屡见不鲜的 都有很多 可偏偏就这三张流传的最广 只能说这三个技能挺得获来气氛 挺好的 咱现在每天接受的信息多了吗 看到这种恶搞DIY也不会有啥特殊反应了 麻木了 这实在太抽象了 想要不封都太难了 但讲道理当年还是很惊艳的 觉得三国杀还能这么玩吗 这技能设计的太天马星空了吧 那对于这一点 我只能说当年自己的眼光和格局太小了 我如果知道三国杀在十来年之后 除了现在这么一些阴间武将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